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 果然是别人家的老板 果然啊 你们上辈子烧的香 到底有多好 明明上班日有冷气 没什么人气 大家都是千里马 偏偏你们不只遇上博乐 还遇上了快乐 这家行销公司老板 不只发薪水也大发慈悲 员工可以申请居家上班 约了男飘孩子回家过中秋的梦 因为去年弹性放假多 补班多达六天 不少民众好感伤 这样命太苦了 行政院从今年起呢 除了小年夜和清明节之外 都没有弹性放假 想连起来修的麻烦自己请假 不过科技代工厂伪创和音叶达 老板宣布了 全体员工十六号都放假 一口气休四天也不用补班 也有公关公司 让员工十六号通通放假 让人很羡慕 出来混的原来也有一天是不用还的 朋友是老板就大发慈悲 今天就让他全公司都放假 有 真的有 你要请假就请假 就是你自己决定好 反正你就是事情安排好 反正就廉价隔一天 你们也 这一天也没有很想要躲 也不会有那么认真的心 所以他们说不如就直接放假 与其你们来行尸走肉 不如回家烤肉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华世新闻黄敏慧方庆年台北报道 嗨大家好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